《神秘衣柜》 他再次打开,发现衣柜里的衣架变成了四个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,罗塔多次开关橱柜的门 果不其然衣架的数量在成倍增长 他将衣架全部拿出来,把旁边的人偶娃娃放了进去关上门 再次打开时,娃娃也变成了两个 原来只要关上门然后再打开,里面的东西就会被复制 罗塔觉得很有意思,他赶紧叫来了丈夫大卫 很兴奋地准备让丈夫见证奇迹 于是他让大卫进入衣橱,随后关上了门 可当罗塔打开门却发现大卫不见了 衣柜这么小的地方也无法藏住人 于是他又试了一遍,却还是没有看见丈夫 于是思虑再三,罗塔自己走进了壁橱关上了门 却看到门外有人跑过,打开之后却还是没有人 这时他发现厨房藏着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那个人好像很害怕 当罗塔试着安抚他,却看到了躺在地上的丈夫 这时身后突然窜出来一个大卫将罗塔打匀在地 其实这是已经分不清哪一对夫妻才是最开始的了 这样神奇的衣柜连人都能复制 说不定可以一夜暴富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衣橱 你会放什么东西进去呢